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 女子小湘之与她有乱及婚嫁男女朋友关系的男子阿红 在台南高分院诈欺案开庭回答法官说与小湘是炮有关系 小湘认为名誉受损 怒告求成60万元 台南地院法官审认这是男方在诉讼上言论 虽未静周言婉转 但属于诉讼中善意自辩 次未言论 男人有不法侵害性 盼南方不必赔偿 小湘化名 痛诉 106年5月间阿红化名 在台南高分院有一件诈欺案开庭时 承审法官询问阿红你与小湘是什么关系 没想到阿红竟回答法官说两人是炮有关系 当时在庭还有120位与该案相关的关系人 共见共闻阿红的答话 小湘难堪的说 他与阿红已失落及婚嫁的男女朋友 男友居然这么侮辱他 侵害其名誉要向男友求偿60万元精神为付金 阿红便写 炮友是指双方非恋爱或婚姻关系 但有性关系的朋友他与小湘交往时却有发生性关系 两人最后未能走进婚姻实属无奈当天才会用炮有两字回答法官问话 有一位证人正称他们两人如有性方面需求就会约去汽车宾馆 况且他与小湘交往时 小湘有另一位交往四五年的男友 可见女方交友关系不单纯 若说他是小湘的男友 是小湘高潘 阿红强调 会用炮有两字形容与小湘的交往关系 是陈述他心里认知的两人关系 并非出于侮辱或编损女方名誉的意思 依审法官传讯相关证人查明小湘与阿红在交往时 确实令与其他男友交往 阿红依此上情用炮友形容与小湘的关系 是他个人价值判断提出来的主观意见 其与开庭诉讼上的答辩 防卫手段有关 纵然措辞未尽周延婉转 与小湘主观认知不同 使小湘感到不悦 但探究其意 并非无端对原告人格指摘或编损 名誉为目的侵权行为 男人以于合理范围而有不法侵害性 尚不构成民法的侵权行为 无法对被告做出不利的认定 此案可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